明星的危险发言有多离谱 范晨晨在节目上直言 要找一个会做饭的女朋友 但是听到经纪人的医生 反应灵敏随即盖口 以后你成家会找一个会做饭的媳妇吗 虽然是很久以后的事情 但是哪个男人不想找一个对吧 是吧 刘欣 那边的表情不太对 会不会坐无所谓 不懂就问 选口就来的丹鸭 就是rapper的做修养吗 毛病被问到 女朋友和女性朋友的区别 他是这样说的 字面就可以区别 你觉得他们在字面上差了什么 王一博在采访中被要求 用自己的名字写三行情书 他是这样写的 王一博早上起来 一睁眼的时候 王一博嘴角一歪 发现事情不太简单 当张一新和孙悟雷遇到鸡时 一个鸡却有两种解读 你房间有鸡吗 我房间里没鸡 你觉得还要说怎么了今天 为什么我房间里有鸡 你房间里有鸡 对啊 对啊 怎么会呢 王家人看到陈晓的冰箱时 耿直提问 你身不太简单 换个问法后好像更奇怪了 这还行吗 你是有事吗 李承轩想要表达对选手的喜爱 结果用词不恰当 幸好秦威在一旁帮忙 勾音我的那个声音 勾音我的声音 这个不叫勾引 勾住 那个叫做吸引